从来我开药房没收过费 不卖药 再来给谁看看 起初这个病房很多 后来这个看后来人多 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一直到现在 甚至都天天看不完 看病问诊数十年一分钱不收 老中医清平一生 家中却堆满病人的资料 只因自己看不得人间疾苦 所以首先要所以得 你将重复 吃饥饶吃不饥饶 你都得给他治病 他拿不起钱 不拿也得治 只要能身体允许 反正到这一看到老 就摘了 老中医名叫刘炳堂 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患者刘春明就是其中一位 原本七十多岁的年纪 就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了 但是疾病却找上了门 如此年纪的他 患上了严重的子殿 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走了一遍 开的药吃都吃不完 可是病情却是没有一点好转 反反复复的折磨着刘春明 无法忍受的他却找了偏方 了解到在附近的村中有一名中医 医术十分高明 说不定可以碰碰运气 走投无路的刘春明 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找到了老中医刘炳堂 刘炳堂诊断之后 发现刘春明的子殿确实十分严重 紫色的斑斑点点爬满了全身 看着十分害人 并且伴随着牙龈出血 鼻腔出血的症状 治疗迫在为节 刘炳堂马上对症下药 而刘春明看着眼前的中药 泛起了嘀咕 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 这中药真的管用吗 但事宜至此 只能先试试了 就这样 金尊医主吃了一个月 慢慢的发现 身上的鱼斑开始变淡了 困扰了自己那么长时间的病魔 竟然真的靠中医偏方治好了 其实十里八乡的村民 早就知道刘炳堂医术高超 村民们愿意在这里治病 更是因为他的医德 往往有些家庭困难的患者找他治病 他都不收钱免费进行治疗 因为自己看不得人间疾苦 于是这一看就是20年 有时候为了诊断病情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如此精湛的医术 可以进行收费赚得盆满不满 然而刘炳堂秉承着自己的医德 如今家中仍然是破破烂烂 除了满屋的病例 刘炳堂老人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但是他内心的富足 是用多少金钱都无法换来的 这个老中医穷人看病从不计较价钱 更是有超过140个国家的患者 不惜万里慕名而来 因为拥有一身超高的医术 被人称作雪山上的白裙 那么这位神医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如今他过得怎样呢 这位雪山神医名叫何树龙 住在云南丽江白沙谷镇的一座小民房内 在不足食品迷的房间里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景气 全都是世界各地的患者亲自赠送 他还在2021年拿到了国际和平基金会奖 然而他却这样讲道 何树龙自身幽默风趣的性格 经常让患者捧腹大笑 而今天何树龙带领我们参观自家的祖宅 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十分复古的牌坊 据他所说 这个老宅子在清朝康熙的时候就有了 进入院子后 阴入眼帘的是各种花花草草 正要夸赞老爷子清闲雅致的时候 却被啪啪打脸 原来这些植物全都是珍贵的中草药 抬头一看 发现房梁上挂着各种语言文字的牌匾 这可不是寻常的装饰品 经介绍 原来这是世界各国的知名人士亲自赠送的 将镜头拉近 还能看到樱桃小丸子 没错 这块牌匾正是樱桃小丸子的作者亲自赠送的 其他赠送者还有英国皇室 挪威国王和王后 荷兰皇后等等 大牌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何树龙说 这个院子里的一切都是祖辈四代的心血 包括后院的冲草药 都是从海拔4500米的雪山上移植而来的 何树龙的收费价格也很奇怪 无论患者得的是什么病 感冒到癌症 只要能接受三个月只取600块 如果真是实在拿不出来钱 那么何树龙就会免费为病人抓药 如今像何树龙这样的老中医 一只手都能够数清 但是他有一个怪毛病 不喜欢病人和他讨价还价 如果碰上这种病人 何医生就会直接免费给他治病 不为什么 都怪他心太软了 这个老中医 穷人看病从不计较价钱 更是有超过140个国家的患者 不惜万里莫名而来 因为拥有一身超高的医术 被人称作雪山上的白球恩 那么这位神医的背后有哪些故事 如今他过得怎样呢 何树龙一身的医术 都传承自自己的父亲 何世秀 经他父亲手治好的病人 可以用万来计算 美国时代周刊中的一篇文章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玉龙雪山下的一位神奇中医 何世秀生前曾讲述自己的生平 因为祖上都是医生 何世秀也希望继承一波 但是父辈让他在学校好好读书 研究科学 因为抗日战争 日军的飞机横行霸道 自虐着无辜的村民 何世秀不忍心就此罢休 于是1949年 在南京入伍参军 然而天不随人愿 满腔热血的他被迫退捕还乡 因为他患上了严重的飞机盒 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基本上算是绝症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回到家乡 重拾父辈的一波 期间走过看过许多医生 得到的回答都是治不了 既然如此 何世秀也不再求于他人 开始苦心钻研中草药 根据父辈留下来的资料 加上自己的不断试错 最终他的病情得以好转 就这样 一直将祖辈的医术传承到了1985年 终于御龙雪山本草诊所顺利开业 何世秀开始坐诊治病 让他没想到的是 诊所一开门就排起了长龙 随着被治好的患者越来越多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但是有很多穷苦的人付不起药钱 因此 他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登门看病 无论有多严重 每个月只收200 如果实在拿不出钱来 那就直接免单 最后甚至有外国友人 特地登门拜访 为此 他还特地学了多种预言 以便和患者流畅沟通 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愿世间没有疾病 同父亲一样 何树龙的一生也和中草药相伴 在2018年 何世秀寿终正寝 何树龙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一波 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